台中歌舞节活动已是到和平区 古关地区 当地的原住民族摆出了传统服饰 还有各种美食 让民众现场有的吃也有的买 假日也吸引了不少爸爸妈妈 带小朋友来逛市集 天气冷嗖嗖 来到古关 当然也少不了要好好泡个汤 歌舞节成绩非常好 我们已经到了246亿 我们外线是比例我们统计 目前登顿金额已经破了70亿元 这个比例超过三成 台中歌舞节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累计消费金额已经达到246亿元 进发局加码办活动 将消费热度拉到三成 希望提振一下观光 让大家也都有机会抽大奖 我们小农的市民经济有慢慢在成长 当然还有需要还有一段路更长 我们也希望人住自住 让我们偏乡的经济产业更好 因为那边就是消费的热点 我们认为在我们台中的三海豚 这些经济也一并要把它带起来 我们预估大概9到10天 就会破300亿 周周抽活动 准备抽出最后一台百万汽车得主 虽然现场call out没有人接 不过也已经问到本人 是南投一名小姐 来到台中买家具装修老家 幸运抽到汽车 这回办活动的和平区 也是限定时序内消费金额 已经达到10亿元 再来还有一名百万现金得主 将会出炉 跟最后的豪宅大奖 是否办活动 最后冲刺 就看幸运儿奖落谁家 同学人廖之贵 王府安 陈太佑 在台中仿佛报道